当美味变成日常里不可或缺的元素 当蔬食成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味道 我们依循着春生 夏长 秋收 冬藏的节奏 搜罗了美丽宝岛的鲜甜滋味与文化风采 同时记录下属于这片土地的幸福时光 为了要防范难缠的病毒侵袭 第一门最重要也最简单的功课就是要勤洗手 这次来到三峡我找到了一间经营超过一甲子的制造工厂 它们萃取天然草本植物所做出来的手工皂 闻起来味道清香 洗起来十分温和洁净 难怪受到很多朋友们的喜爱 同时也吸引到很多国外的游客 前来体验他们的DIY手工皂课程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去做出一块 独一无二的手工皂吧 走 林大哥你好 你好 林大哥 很多内行人都知道如果来到三峡呢 一定要买一块这个手工皂回去做伴手礼 算是 可以 我们在这里已经经营多久了 其实这个工厂在这边已经四十几年了 那我们做茶山榜这个品牌到现在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时间 那最早的时候是家里的哪一个长辈开始做这个肥皂呢 最早是在阿公的时候就开始做 那阿宗就是阿公的妈妈以前是在卖肥皂的 其实早期在台湾他们在旺华的地方 有很多做肥皂的工厂 以前的肥皂它都是清洁力特别强的 那阿宗在卖肥皂的过程 甚至于阿公在做肥皂的过程都碰触了太多肥皂 它导致富贵手还有一些就是过敏啊 溃烂的现象 正常的没有办法每天没有戴手套一直碰肥皂的 所以他决定开一间肥皂工厂做什么呢 做中性的肥皂不会刺激皮肤的肥皂 每天摸都不会受伤的肥皂 这样才去开了工厂然后去研发中性的肥皂 可是因为其实经济发展 那传统产业很多都受到了冲击 我想当时应该也是有受到影响的吧 其实一路上走来 我差不多算是在四岁左右就来到这个地方 现在的工厂这里三峡 白基这个地方 那这四十年来差不多就是 在这边工作的时间差不多就是一半吧 差不多因为过程中就是 有时候生意不好就停工 有时候就开始做又接着又停工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大环境的关系 没有办法把肥皂消出去 因为肥皂到了二十年前 算是一种没有人要用的东西 是穷人在用的 因为大家都崇尚沐浴乳 洗发精 还有一些 一些对皮肤所谓的保养的东西 那既然面临到这样子的困难 为什么林大哥你还会想要回来接受呢 其实就是一个舍不得啦 最主要目的是我看到了现在的人 还有现在的大环境需要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手工皂慢慢的在超过十五年前就开始从国外引进 然后在台湾制造 越来越多的手工皂品牌就开始出来竞争 那其实在那个当下我就有感觉到其实应该时间到了 可以再重启炉灶了 对 是 那我好奇 是什么样的契机会想要让林大哥把这个碧螺村的茶叶跟肥皂结合在一起 因为我从我读大学休学回来以后就开始做茶叶的贩售 因为三峡这个地方也算是在日据时代最早产茶的产区 那我在卖茶我就想说那肥皂是不是能跟茶结合 那为什么能这样想呢 因为早期老一辈的人告诉我一个观念 早期在医药不发达的时候没有皮肤药的 那皮肤病呢 任何的皮肤症状的问题都是用茶叶来解决 对 因为茶有一个叫做茶叶碱 那人的皮肤是酸性的 他用碱性的去把它洗干净 而且茶是最天然的 去油力也是最强的 对 所以才想说用茶叶跟肥皂再一次结合 让它产生更大的效益 所以其实它算是一个结合了老祖宗的智慧 还有跟在地文化结合 于是它就变成了很热脉的伴手里了 要把这座传承三代的老造场 转型成为融合地方特产 与健康乐活概念的文化体验馆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光是家人之间的观念落差 就可能引爆家庭革命 幸好林大哥坚守着阿公把做造 当成良心事业来经营的理念 一步步的挺过无数难关 才能成就出这一颗颗 报复人群的手工造 館长你好 館长 在我刚才走上来 二楼的体验馆的时候 看到了一只好大只的猪猪 它是你们的正殿之宝吗 对 它是我们正殿之宝 那它是结合我们三峡在地的文化 跟我们三峡在地的特产茶叶 碧螺村所制作出来的 绿茶味道的肥皂猪 难怪它会散发着淡淡的香味 对 那像早期啊 我们没有肥皂沐浴乳的时候啊 以前我们的老祖先呢 也是需要来做清洁 但是光用清水不可能洗得干净 所以呢 它们就会从这边 周章容易取的动物性的碱 跟植物性的碱来做清洁 那像 比如说呢 像淀粉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 黄豆粉 绿豆粉这种东西呢 它本身可以吸附油供 跟带走脏污之外呢 我们还有天然的植物呢 可以淀出油脂 像呢 我们可以走过来 看到这边呢 像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茶籽 茶籽 那这个茶籽呢 它可以榨出油对不对 它会有剩下的纤维呢 以前的老祖先们呢 发现呢 它除了可以当肥料之外 它是有清洁的作用 只是任何的东西 只要有一点水分呢 它都会容易坏掉 所以呢 它们发现呢 它只可以榨出油脂 那呢 剩下来的渣渣呢 它们呢 就把水分压干 做成这样圆饼状 方便好好储存又可以增加 它可以使用的粘线 对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客家话讲的菜污 那我们美南话讲的 就是这个 所以原来这个就是 DECO的由来 因为小的时候呢 常听到长辈说 这个肥皂的台语就是 DECO 但是我们都不晓得 原来它的由来是这样子 是的 那下次我好奇 我们这边的肥皂 又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我们这边的肥皂制作出来呢 它需要经过十个步骤 那为什么我们的肥皂呢 你会发现 不是全部的肥皂都会浮起来 对 因为呢 我们的皮肤不像碗盘衣物 这么脏这么油 所以我们洗澡肥皂呢 都有透过我们制作肥皂 第二个招式 把肥皂里面多元的造型 把它抽取出来 所以肥皂的密度比重 也会改变 所以它就会浮在水面上 是 所以说把这个 你说的碱物质取掉之后 它也会比较温和一点 不伤害我们的皮肤 对不对 对 让它呈现是弱碱的状态 因为每个人喜欢的味道不一样 所以我们老板就 挑选了台湾在地的素材 去调配出各种 大概是大家都会喜欢的味道 然后做成肥皂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嘛 我们楼下那只肥肥猪有没有 有添加我们三峡在地的 壁楼春绿茶之外呢 我们还有结合我们三峡在地的 冉冉这个文化 也有做出一块大金皂 是 那馆长 因为我们的肥皂啊 有经过了抽检的这个步骤 除了这个步骤跟别人不一样之外 还有什么地方跟别人不一样呢 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在洗我们的肥皂之后 它除了呢是污河不刺激之外呢 会发现大 普遍会发现说 有些嘴巴为什么洗起来会软软 但是呢我们茶三峡的肥皂不会 因为我们的肥皂呢 本身呢是用传统的制成的 所以它肥皂造型会比较硬之外呢 再加上它肥皂做完之后呢 我们还会经过第十个招式 对 这是第十式呢 就是把肥皂表面对的水分 让它比较干燥 所以我们的肥皂 也因为有经过这个烘干的动作 所以呢我们肥皂就算碰到水 它也不会像有些肥皂香皂啊 碰到水表面会 吸水会软化的现象 所以说呢 虽然这个肥皂啊 好像随手可得 但是创办人做出来的肥皂呢 其实是很有独特性的 对 它是结合它个人的那个情感 还有生活智慧在里头 对 里头 体验馆二楼的展示区 可以让大家一窥手工皂的制作秘心 同时也更能体会林大哥 在这里所投注的苦心 十多年来它陆续将取自山林的艾草 香茅 芙蓉等多种花香草本成功入造 也研发出结合橘子 柠檬 葡萄的水果系列手工皂 声音四季的轮转贴心呵护着每个人的肌肤 其实大家来到这边除了可以体验DIY 也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香味的肥皂 我们这边推出的味道大概有多少种呢 目前来讲的话有20多种 20多种 对 都是以我们台湾在地的素材 去我们老板精心挑选 然后呢就想说因为不同的年龄层 喜欢不一样的味道 对 再加上那个草门的植物呢 它也会有一些除了可以让我们家庭会清洁之外 散发出来的味道也可以让我们心灵放松 是 像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两种 算是不同的系列对不对 是 这个是 算是我们的经典 因为像呢 刚刚我们在楼下有提到那个肥肥猪嘛 对 对 对 它有提到我们呢 有添加我们在地的特产茶叶 就是碧螺春绿茶 对 所以除了碧螺春绿茶之外 我们也有像我们三峡的冉冉 可是有做过冉冉都知道 那个味道啊 有点刺激 对 它好像不是香味 对 要是有一个很特殊的香气 所以呢 我们老板为了呢 那它的那个奇特的味道呢 可以被压制下 所以它额外有再添加像清淡 然后还有一些天然的草本植物 像伊兰啊 然后去把它的味道综合起来 所以有些客人会跟我们回馈的时候 他觉得大金这一块啊 颜色像海洋之外呢 它的味道有一种海洋的香气在 它真的有一点海洋风的味道耶 对 它就是很温和的清香 对 就很淡淡的清香香气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碧螺春绿茶的 对不对 其实它的颜色呢 也是一看就觉得像是 草本绿茶的颜色 还有客人很可爱说 看起来好像糕点啊 但是这个不能吃 对 我们不是老鼠 其实它闻起来真的可以闻得到很香的绿茶味耶 对 但是你会觉得说它闻起来又不是单纯绿茶的 它里面还有在额外添加些许的那派草 它其实有一个芳香 对 不是只有绿茶的味道而已 对 而且刚才呢 其实我有洗过你们的肥皂 我发现你们的肥皂洗起来的感觉真的不一样 是 因为它的碱成分比较少 所以说洗完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你的手很干涩 你会有一点点觉得好像涂了一层护肤乳的感觉 对 但是又不会受到粘腻 对 就是很清爽的触感 对 那这个是经典款的部分 然后结合了在地 对 像是这里的系列又是什么系列呢 这就是我们老板后面的创新的 因为像玉兰跟爽生呢 它觉得它儿时的味道 爽生粉就是好像宝宝的味道 对 宝宝的味道 可是会会想说 要让它比较有点粉嫩的感觉 所以也额外再添加红矿泥粉 所以很多人呢 看到我们这一块爽生就觉得 它看起来好粉嫩喔 闻起来的味道又是像那种 Baby的味道 对 很舒服的味道 对 那像玉兰来讲就有点那种传统就是 有一种算是比较怀念蛤蟆的味道 那玉兰花的味道应该特别香吧 对 因为玉兰来讲的话 它就是用玉兰花的那个萃取出来 所以它的味道满花香 满浓郁的 它好香喔 会让人想要一直闻它的香味 对 其实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天然的 就真的好像是我们把玉兰花 挂在身边的那个善巴的香味 对 所以我们在洗的时候 除了呢 可以用肥皂洗掉身体的脏物之外 它所散发出来的天然的植物的味道 也可以让我们心灵去做放松 而且呢 里头你们还可以看得到 这个玉兰花的影子 对 因为馆内的手工道 款式丰富多元 让我一时之间陷入选择障碍的窘境 幸好我还能够自己动手做个 独一无二的作品 不但可以送给亲友当作伴手好礼 同时也会成为留存心底的幸福记忆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制制的 那个草莓果酱 这个是我们这边 所有果酱里面最受欢迎的 这个半台精才做这样一瓶 里面完全不加防腐剂 只有加冰糖跟麦芽糖 草莓的酸香味啊 非常的浓郁 你一咬下去就会立刻吃到它的香味了 对 它有那个田中有带一点草莓的酸味在 跟一般的果酱吃起来完全不同 很多台北市的爸爸妈妈们 每到假日都会非常的烦恼 因为既想要带小朋友去清静大自然 但是又不想要舟车劳顿四处奔波 其实大家不必舍尽求远 因为在内湖就有非常多的休闲农场 让亲子们一年四季 都有不同的体验行程可以一起同乐 那现在就跟着我立刻出发吧 徐大哥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哇 徐大哥 实在很难想象呢 内湖竟然有这么一片山城秘境 而且非常炫慕大哥 你每天都可以欣赏整个大台北市的风景 对啊 因为山上的空气很好啊 你又时常看力的 对眼睛会比较好 大哥你们在这边经营农场 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吗 农场开放到现在已经超过四十年了 早期我父亲是种水稻跟种香菇 是 所以说是直到大哥你接手之后 才把这边作为观光农场吗 因为我本来是学汽车修复的 我有去校外实习过了 老爸当初跟他讲 他是答应我出去外面工作的 结果到后来真的要出去的时候 他就开始防火 不让我出去 所以我是长子要留下来 但是那时候就一直做的话 觉得这样子的话 你在经营老一辈的这种 断木香菇跟提前不是办法 我就一直要想着 朝那个公关果园方面去发展 刚开始的时候 老爸都是反对我从事公关果园 那时候的话他都一直来讲说 山上都说 耍头疼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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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他就坚持反对到底 那时候就慢慢一直跟他疏导 等到民国七十四年的时候 从香菇园开始开发 因为大家都吃过香菇 没有看过香菇生长也没有采过 造成很轰动人潮很多 但是你来采香菇的时候 香菇它本身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 它要靠冷气团下来刺激 它就一波跟着一波 它不是沿系一直生长 有的游客来采不到香菇就开始抱怨 我们大老远跑来要采香菇采不到香菇 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样情况不对 我就在跟爸爸提议说 我们隔年的话就要再从多角方面去发展 你不能单独的只有一个香菇 那时候他因为有游客进来之后 那时候他就不会反对 我们在提的建议他就会想把它落入进去 我说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种草莓地瓜 那个棘子让游客来讲说没有香菇可以采 还可以采其他的东西 就让游客不会白跑 但听起来我觉得大哥在这个不断改变的过程中 应该是很辛苦的吧 对啊刚开始的话你就是 你自己那个知识不足的时候 你自己要在充斥一些知识嘛 虽然从小有接触农业 但是你真是早一辈的他没有什么农业的那个理论 所以说那时候我接手的时候就一起去上课 上一些农委会办的那个专业训练 我就一直去上课 要吸取一些那个知识进来 我们要把那个理论跟我们实际做的经验要结合在一起 你不能单独这样子去靠老一辈的经验这样传承下去 你做的话不是很好 那现在长辈看到我们这片农场呢 转变成现在的休闲观光农场 他们的心情是什么呢 到后来他们就讲 还好当初你有去朝这方面去走 朝多点化金鱼 因为我们很多的农地都是放置在那边荒废掉 没有实际去做 所以他看了之后他都觉得很欣慰 说因为我们把它留下来的土地 把它变成好像很横滑的话 带来的收入也会比较好 曾经当选全国模范农民的许大哥 真的把这片祖先带带相传的土地 照顾到生机蓬勃 绿意盎然 农场内随处可见的昆虫 蝴蝶 就是最好的见证者 而且自从开放观光之后 还因应游客的需求 陆续开设财果体验 农特产DIY等等行程 所以深受机关团体的肯定与喜爱 大哥 你今天要带我体验的项目是什么呢 让你来挖地瓜 哦 挖地瓜 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一片通通都是我们种植地瓜的区域 对不对 不过内湖的环境是适合种植地瓜的吗 地瓜它属于比较粗放型的 很多土地都可以种 只是你要选择的话 你假如说看你自己要选择什么品种 因为它品种很多种 它的那个口感会有差别 那大哥 我们这边种植的地瓜是什么品种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话这个叫做台龙57号 它是黄皮黄肉的 还有另外一种已经挖完的 那个是台龙66号 它是红皮红肉的 它两个性质上不一样 这种台龙57号的比较适合烤 还有炸 它炸起来跟烤起来比较有地瓜的味道 吃起来比较绵腻 我有发现啊 它们其实连叶子的形状都很不一样 对 正常的话我们这个就是台龙66号 看叶子它就比较圆形比较大片 这种台龙57号的 它的叶子就比较小对不对 它就是那个有叉形的 就是我们讲那个鸭掌的形的 有一点像有一点像 对 它就形状不一样 可是挖地瓜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 正常我们挖地瓜的话就是 要把这个地瓜的藤先翻起来 翻起来之后把它弃掉 把它切掉对不对 因为它的藤长得非常的长 对 它长了把它弃掉之后 就可以开始挖了吗 对 从哪里下手 把土由上往下剥开来 我们上往下剥 你看一下剥开的话就可以看 我看到地瓜了 对 大哥像是现在这样看 因为它有冒出一点点的地瓜了 这样会看得出来它长了多大颗了吗 这个还算中整的 大哥你这样看就可以感受到了 我觉得挖地瓜的过程很有趣 很像在寻宝 因为你不会知道 你接下来挖的这颗地瓜 是大颗还是小颗的 对 它一株地瓜里面长几条 你不晓得 这个就叫一株 里面长几条地瓜不晓得 我来猜 我猜有三条 好 大哥那你猜得出来会有几条吗 这样子看的话应该有超过三条 真的吗 所以代表这一株很大颗 那它的根怎么办呢 可以把它破坏掉吗 那个根没有用 那个就是它本身那个吸收养分的 正常我们种地瓜很多人都误会说 等一下我们挖到小条来说 我把挖到小条的地瓜拿回去家里种 我说你挖那个小条回去家里种 它不会长地瓜 种地瓜绝对不长地瓜 我们种地瓜的时候种这个地瓜的藤 你看喔 这个每个结的地方它就有根出来 它就根出来之后 它有的根就会回大起来 变成我们要吃的地瓜 有的根就像这个比较细小的 它就是制造养分 回来供给给它 所以说如果大家要回家种地瓜 是可以种得出来 只是说不是把地瓜放进去 所以不能种地瓜 那你只能变成官业植物而已 是 所以说如果挖到小棵的地瓜 大家也只能认命就是 运气比较厚 对啊 它有大有小啊 今天能够一口气挖出五条 超过手掌的大地瓜 根本不是因为我的运气好 而是许大哥长期在农场 与土壤的照顾上 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苦心与劳力 因此不论在什么季节来到这里 游客都可以采设到 甜美瘦大的农作物 许大哥 你现在带我来到了我们农场的温室区了 那我们这边主要种植的蔬果是什么呢 温室里面最主要的话就是草莓 再来就是番茄 就是小番茄 我有看到这一面应该是番茄 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这一大片就是草莓园了 不过我觉得大家通常想到草莓 都会先想到苗栗的大湖 没想到我们内湖也是适合种草莓的地方 其实我们内湖种草莓已经很久了 我在小时候在读小学四年级五年级 我们这边就有荣有种 那时候种草莓它是完全挑到大环点起码 它不是交到一般市面上 那像是我们这边的天然环境 跟苗栗的种植方式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它种植的方式都一样 但是台北这边就是有一个缺点 台北这边就是天气时常下雨 下雨的时候我们这边就一定要 像我们先要盖设施 盖这个温室给它住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开 下雨天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盖起来 不能让它淋到雨 这样子它草莓的话才不会烂掉 忽然的话有客人来就采不到草莓 还有我们这边的那个缺点就是说 正常它这边比较北纬的时候 它的温度比较低 正常我们这边光线就没有像苗栗大湖 那么热的时候 它产量的话就会递减 正常他们假如采四期花 我们这边可能三期花 我们的时间会达比较长 一颗草莓从开花到成熟的时候 比如它是20天可以采 我们这边可能就要30天 那时间会比较长 我们北部的这个草莓比较傲娇 听起来比较难照顾对不对 那像是我们在照顾草莓的时候 需要比较小心一点的地方是什么呢 正常的话我们看到这个草莓的话 假如是有比较老的叶子 像这种比较老的叶子 我们就要把它气除掉 怎么样分辨比较老呢 它这个的话就是在比较外围的 它这个叶子会比较黄化一点 我们就要把它气除掉 还有这个像我们看到这个走筋 这个正常的话 这个是在疫苗的时候 还植的时候才让它留 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要让它长草莓的时候 要把它拔掉 所以看到长长的你说这个叫做 走筋 就要把它拔掉这样子 对对对 它不是要还植幼苗 这个后面就是一颗幼苗 是 从一月下旬到三月 都是那壶草莓的主要采收期 不过由于许大哥的栽种经验丰富 加上平时的细心呵护 所以一直到五月都还有机会可以在农场里 看到鲜红果香 娇艳欲滴的草莓 你们看刚才我们采收完的地瓜 已经洗好然后也削好皮了 大哥我们接下来要体验的DIY是什么呢 体验我们童年以前常做的那个地瓜饼 我们削好就拿这个地瓜整条来抹 把它抹一抹的话 等一下就是我们可以称重量 加一点菜拔粉跟加一点茶 再去炸 你在抓的时候手要带手套去抓 这样子抹才不会抹到手 你看就这样子抓着 这样子让它抹 地瓜就会变成碎泥对不对 好我来试着磨磨看 小心手 好 大哥 磨这个地瓜的时候好疗愈 那以前小时候吃到这样的点心 应该很开心 对啊 以前没有像现在那个 一些饼干什么零食那么豐富 小孩子有的吃就很高兴了 以前我们在小时候在做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加那个太白粉 因为现在加太白粉就是 让它比较有粘稠性的话 它比较不会散掉 所以以前就是很简单 只有加糖这样子 对对对 虽然说以前我们选择的零食很少 对 可是我觉得以前可以吃到的 这个地瓜饼比较健康比较健康 比较健然 对 就是那个油不要放太多 对 让一下稍微焦焦的 你煎得越焦的话 它香味越浓 其实它味道真的特别的香浓 刚才在煎的时候 那个香味就一直不断的跑出来了 对 那个口感不一样 好 我要大口品尝它 那个吃起来就有那个咬劲 还有那个地瓜的那个味道都出来了 这实在是好吃到想在家里自己这样动手做 可以啊 因为这个地瓜你可以吃得到 它有点细细的纤维 对 它是有口感的 对 有咀嚼感 它不是完全凝撞的 对 重点是它的香气实在是出乎你的意料 因为它只有加糖而已 我跟你说 就讲说那个一定要用台龙母气 它的味道才会好 对 它的香气会完全的在煎的过程中 被释放出来 对 然后大哥 你今天要介绍我们吃的美食又是哪一款呢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自己自制的那个草莓果酱 这个是我们这边所有果酱里面最受欢迎的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草莓 这个半台精才做这样一瓶 里面完全不加防腐剂 只有加冰糖跟麦芽 那个吃起来果敢完全不一样 很多小孩子来这边自己DIY之后 做了这个果酱之后 他们爸爸妈妈带他过来的时候说 我们的小孩子都不然你们宠坏掉了 外面的果酱都不吃了 但是因为这个是纯天然的 所以我想呢 小朋友的味觉很敏锐 一定能够吃得出他的差别 对 小朋友到这边煮的过程的时候 他连那个锅子就抓起来啃了 这么好吃是不是 那我一定要也要品尝 草莓的酸香味非常的浓郁 你一咬下去就立刻吃到它的香味了 对 它有那个田中有带一点霜 那个草莓的酸味在 跟一般的果酱吃起来完全不同 其实我觉得大哥你们做的果酱呢 糖没有下的太多 因为我们现在加的糖不是一般的我们砂糖 我们加冰糖跟麦芽糖 因为其实你在品尝它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它的甜味跟酸香气是很协调的 因为如果太甜的话你就吃不到草莓它自然散发出来的酸香了 冬天来到这座宛如仙境的农场 可以体验柴草莓制作草莓果酱的食农课程 至于春天夏天以及秋天又有哪些有趣的活动呢 许大哥打包票说 保证好玩有趣又富有教育意义 你们只要人来就好 我们是用那个真的米下去做的米粉 然后呢南瓜呢 我是故意给它有一些没有切得很细 看得到南瓜 吃得到南瓜 南瓜的吃甜实在是太香了 一脑散出的时候就会立刻有南瓜的香 散出来在嘴巴里头 走在浪漫的紫色吊桥上 欣赏着远方绵延不断的绿色山景 实在很难想象我现在是在台北市吧 那我现在位于的地方就是内湖的白石湖休闲农业区 而这一座白石湖吊桥 除了造型非常特别是以龙骨意象为搭建之外 同时正是串联起了这一代休闲观光产业的重要桥梁 那现在就跟着我来去好好的深呼吸一下吧 厂长你好 嗨 厂长我听说大家来这边呢都一定会来找你 然后大家都会叫你奶咪老师 对啊 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名字呢 因为我孙子孙妮他们都叫我奶咪 所以说很多来这边办亲子影的小朋友 也就跟着他们叫我奶咪 好有亲切感的名字 而且你已经当阿嬷了怎么那么年轻 我觉得生态大自然都让我们心胸比较那个一点 然后就跟着年轻起来了吧 大概是这个样式 因为其实呢我平常都是生活在台北 但是呢实在很难想象 内湖竟然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地方 然后一进来就看到满满的非常茂密的落雨松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来这边都有跟我一样的反应吗 其实我成立这个农场也是因为 各位我们从加拿大回来的时候 我就将我们自己的那块地 就是前面那里我本来是一个网球场 那因为我在加拿大有学习到这个有机种植的经验 我就觉得我跟我先生讲说 你不能独乐乐 我们应该要种乐乐 让更多的人来享有我们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这个网球场我就给他回田种有机蔬菜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我就好那就给他回田种那个草坪 让小朋友来这里可以跑跑跳跳 也比较安全这样子 可是在这么大一片的农场里面 要执行这样理想会不会很困难呢 我当然这有 唉有时候我的朋友都讲说 你都年纪那么大了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我是觉得说 你在拔草的过程 我都会心里都会跟他们在讲说 这个感谢你们给我们这么多的奋斗金 相信奶咪老师大家来到这边呢 我们会有哪些农场体验呢 我们会蛮多的体验 就是说你采摘 那我们会一直那个介绍 因为我们整个农场的那个 那个多样性的那个植物的四季都不一样 所以说观光我们的农场的绝类就有三十多种 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农场里面有一个叫 侏罗纪步道就是我们有四种节类是侏罗纪时代的时候 就有的就像我们笔童树在十几年前 其实全部都死掉了 可是我们又富裕成功了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步道这个生态步道是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教育来给小朋友 大人小朋友都得认识这样 奶咪老师从加拿大返台后 开始改造广达3700平的农场 把有机种植和保护生态的种子 深深埋入这片土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土壤的滋养 园区里头的树果 花草 树木 逐渐蜕变成疗愈心灵的人间桃花园 很多朋友都说 这么美丽的地方来了就不想走 奶咪老师 因为你刚才有提到说 我们这个金针花 它算是一个全植物的概念 那除此之外 栽种它的时候对我们的环境 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金针花 我非常喜欢金针花 它能够水土保持 你看我们种在这个山坡上 它就会将我们这个山坡照顾得很好 就不会人家讲说土石油这样子 不会崩塌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这一块地是山坡 所以我们这山坡 我们大部分都是种金针花 可以用 金针花是真的太棒了 可以吃它的金针笋对不对 然后你看这个花可以欣赏 它的花好漂亮喔 又可以吃 像这一只 等一下 因为它没有其他的花蕾了 这一只我们就给它拔起来 我们等一下可以去擦花 因为它很漂亮 你们看它完全是盛开的样子 而且它就是黄沉沉的 不过奶咪老师我问你 像是这个金针花 我们要怎么样知道 它可以栽起来吃了呢 现在很多市面上 他们都卖相差不多这么大的 对 那这么大的可以就是烫一下 可以做凉拌 也可以炒来吃 这个是盛开的金针花是做生菜 可以做生菜杀啦 然后像是刚才奶咪老师说的 这一种它是还没有盛开的金针花 它是拿来煮汤比较多对不对 很多人也煮汤 很多人也是可以来炒菜啊 是所以说其实它真的是 各个部位都可以拿来食用 甚至是当好看也可以 可以擦花 很疗愈啊 不过奶咪老师刚才提到说 还有一个部位是金针笋 金针花开完了以后 有一段时间它要休息的时间 其实它这个根茎这个地方 是很肥的 那其实它是可以吃的 你吃吃看 现在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吗 对对对对你吃吃看 我来体验一下农村生活 我来吃一口 太特别从来没有吃过金针笋 你们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 它好清脆喔 而且它这个时候比较没有那么甜 如果说到下个月以后 会更甜更好吃 真的吗 我现在吃其实已经很甜了耶 它其实就是像是生菜的味道 其实它的清脆度比生菜还要再更脆一点 因为三十年来 不曾在这块土地上 撒过一点一滴的农药 完全让自然风土来孕育蔬果的鲜甜 所以才可以直接这样生吃 奶咪老师说新鲜采收的材料 还可以带到特别规划的农村厨房 来烹调美味的蔬食 奶咪老师 刚才你带我采摘完一些食材之后呢 听说接下来你们这个行程非常受到欢迎 就是农村厨房 我们这边为什么会成立呢 因为很多人对这种食物 很多人就吃 吃很好吃 但是他不晓得这个东西怎么样煮出来的 尤其是小朋友 我这边的那个亲子农村厨房 非常受欢迎 因为小朋友他从来没有看过什么是蔬菜 蔬菜怎么样种出来都不知道 当我当他们去自己采采猪菜 自己来做菜的时候 每个小朋友都觉得说 哎呦我煮的最好吃 好可爱喔 那本来都不吃生菜的 也吃了 然后煮出来的那个全部都吃光光 所以这个给我很大的一个 我们讲说成就感也不是 就是说我推广这个原来从小小的一颗种子 就可以影响到他的父母 那再来是营养整个社会 然后未来我们的整个地球 也就跟着就比较友善了 我们就是友善这个区块 就是可以从这个小小的种子给它种下去 难怪我们的农村厨房会这么受欢迎 因为连小朋友都可以来体验 对 像是我们今天要料理的是什么样的食物呢 今天我们要料理的就是树山爹 这个是火头菇 我事先先做好的火头菇 已经处理过了 对 处理过了 还有杏鲍菇 那就一个就是 现在当季就是这个菱角 就是现剥的 当地现剥的 我是给它就是冷冻起来 用真空包装给它冷冻起来 那这里面我们已经有放一点那个麻油了 然后跟香片也放下去了 香片先放下去了 其实奶咪老师 我觉得这道三杯料理呢 它的香气很重要 因为你有提到说 它要加一些重要的调味料 像是很重要的调味料 其中之一就是酱油 我听说你们酱油也是自己酿制的 对 对 对 我那边有写一个造行老祖先的智慧 有 就是老造咖 所以老造咖就是说 祖先留给我们很多的那个化酵食 那我已经到温哥华去的时候 我都会去买那个 林生的福底油精 那这一点点而已 就很比较贵嘛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这么好 为什么现在很多吃的那个酱油都不一样 然后我说我回来 刚好有一个机缘 我的朋友讲说 还有一个老师 一个张老师在教 教那个酱油 那我就去跟他学 学了以后 我又老师又来帮我 教我做整个大缸的 所以我那边有两个大缸的酱油 那你给他闻闻看 它跟一般酱油的味道不一样 一般我们在市面上闻到酱油 有时候你会觉得一闻 它就有一种让你觉得很咸的感觉 可是它带有一点甜味 那么特意 我们有放糖 我们有放糖 对 然后放那个甘草 我觉得大家来这边非常地幸福 除了有最天然的食材可以品尝之外 连酱料也是使用天然的 自己做的 所以大家在那边吃饭 真的可以非常地放行 奶咪老师非常注重全食物料理的概念 透过跟他学习厨艺的过程 可以了解各种蔬菜的特性 也能够吸收到食物烹调的技巧与原理 大家闻到他现做的素三杯香气了吗 各位有没有感受到 古早味炒米粉的魅力呢 奶咪老师 那我接下来就要品尝 从农场直送餐桌的料理了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就是 你们的沙拉摆盘也太漂亮了吧 对 这个是我们外面 那个肠域里面 有的那个绝对的东西 所以说像是这样的沙拉摆盘 是如果观众朋友来到这边 可以DIY体验的吗 对 自己采来以后 然后自己点缀 自己绑身着 感觉上吃起来很有 很有野味的感觉 是 而且也吃得优雅 因为它摆盘非常的漂亮 我非常好奇就是 金针花生吃的味道是怎么样 因为比较常看到好像都还是 可能料理汤的时候 会吃得到这个金针花干 那我就不客气了 金针花它的味道和口感好特别 它是不是会有一点点粘稠的口感呢 对 然后加上呢 其实它吃起来因为非常的喜欢 所以说你可以吃到它淡淡特殊的味道 香味好 还有你野姜花那个香味 你也尝试看看 好 我也要品尝看看这个 看起来很白嫩的这个野姜花 其实野姜花太有趣了 因为它的花香味特别浓郁 所以搭配这个沙拉 因为你们有加柚香的风味 对 柚香醋 像是这个柚子醋跟野姜花 在我的嘴巴里头的时候 它其实香味是很丰富的 因为既有花香味又有柚子的香味 对 其实它非常的开胃 而且可以吃得出来 这些蔬菜真的很新鲜 那吃完开胃的身材之后 我来品尝这一道料理好了 这一道是南瓜炒米粉对不对 是啊 是啊 我发现南苗老师 你其实很注重配色 因为它除了有南瓜的金黄色者之外 我还发现你们加了好多绿绿的蔬菜 这个是什么蔬菜呢 这个是芹菜 芹菜 我发现加了很多之后呢 它的颜色看起来就是变得很缤纷 这个南瓜米粉呢 我们是用那个米粉 真的米下去做的米粉 然后呢 南瓜呢 我是故意给它有一些 没有切得很细 当然就看得到南瓜 吃得到南瓜 不是只有味道而已 对 我们视觉上还有口感也很重要 对 南瓜的清甜实在是太香了 一咬下去的时候 就会立刻有南瓜的香 串出来在嘴巴里头 然后你们的米粉呢 它吃起来很Q弹 也很有水分 所以说其实它是一道非常简单 然后不会复杂 但却很美味的料理 对 不复杂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刚才跟南瓜米老师 一起做的这道料理好了 我发现刚才在做的时候啊 这道料理就是特别的香 就算它没有加任何的荤食食材 我想应该也是非常美味的 你尝试看看 我想要吃南瓜米老师推荐的 这是当季的菱角 对 对 对 我一定要品尝一下 它又脆又甜 然后加上我们因为加了很多的九层塔 也都是自己种的 还有麻油的香气 真的非常好吃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道 非常下饭的料理 对 这个是老少咸鱼啊 尤其是素食的人 真的需要多一些像坚果类的东西 像这些比较有营养价值的东西 是 而且其实这道料理呢 我发现它不会很困难 我想我这次学了之后 然后在家也可以做了 我们连小朋友都可以做 小朋友来都是做的时候 都全部吃光光 我终于能体会 我终于能体会刚才奶妹老师说 小朋友料理完自己吃都会觉得自己做最好吃的那种兴趣 我现在也有一样的体会 觉得这道料理特别好吃 奶妹老师我听说呢 你们这边在中休节之后还推出了一款面包对不对 这个也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 对对对 我们是用那个汤种下去做的 所以它会比较软 软一点 软一点 对 我们等于是酵母粉放少一点 然后我们用汤种下去发酵 所以说这个比较健康一点 而且我还发现里头感觉加了很多的秘密好料对不对 我们放很多的坚果 跟我们自己做的肉身发酵 还有我们的柚子皮 现在有柚子皮就放柚子皮 有极脂皮就放极脂皮 就是看季节 就是使用当季最新鲜的食材下去制作 对对对 那像是搭配的这个是什么样的酱 这是草莓酱 草莓酱 你们看我们的草莓是颜色还蛮红的 是我们中自己的有机草莓 自己种然后自己熬果酱 对对对 那我来品尝看看 草莓酱的味道好香甜 然后面包本身真的是因为是有加了很多汤种的关系 所以说它吃起来比较柔软 比较软 而且坚果好多 你会觉得又软又脆的口感同时在嘴巴里头 我们有时候在想说这个面包如果要卖的话 那要怎么卖啊 这样子这个成本可能入不敷出了 所以我是想说这也是一种理念啦 健康理念去推广 我觉得今天来跟奶米老师聊天非常的财心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不要为了一杯牛奶而去养一头牛 但是奶米老师却因为想要吃这个好吃的有机蔬菜 所以选择开辟了一片农田 我觉得可能对很多人来说 这样的行为好像蛮傻的 可是对我而言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傻境 所以让这片土地能够被有效的照顾 然后也让大家来可以潜饱肚子 获得满满的健康 我觉得这里应该可以说是台北市的世外桃源 谢谢 莲姐 请原谅我 贪吃到话都讲得不清不楚了 因为农场的蔬果太新鲜了 老师的手艺又这么棒 实在很难不多吃好几大口 总之就是要提醒大家 赶紧来内湖深呼吸 把芬多斤大口吸起来 跟在这边人的个化级 保持我权务 再往这个化级 保持我权务 保持我了 怎么办 要看 你 这